大家好 今天是9月25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有9宗病例仍未傳遇 其中62人需要住院 包括19人在深切治療佈留醫 而目前有3533人 因為曾暴露於已知過案 而正受公共衛生監察 省內今天再有一人疫亡 累計人數增加至230人 至今有7036名患者已完全康復 省內再有一個新的醫療狐狸設施爆發疫情 為於蘇里的Peace Portal Senior Village 出現確診個案 而蘇里紀念醫院的爆發就宣告完畢 目前全有活躍個案的設施仍然有14間 此外 有消息就指北飛沙預審中心有一名囚犯確診 該名囚犯正在自我隔離 飛沙衛生局也已著手跟進 包括調查患者的感染接觸 以及實施疫情應對政策 另一方面 飛斯疾控中心昨天也公佈了最新的疫情分佈 大溫地區在過去兩個星期新增的確診病例 仍然有大幅上升 溫哥華新增了441宗 飛沙南區新增了503宗 飛沙北區新增了187宗 北岸地區新增了126宗 最後列治民新增了56宗 公共衛生部門呼籲民眾 隨著天氣轉良 這只是減少面對面接觸的時候 但這樣並不代表停止聯繫 而是以其他更安全的方式社交 降低新冠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 其他省份的疫情方面 亞省的確診人數增加至17,343人 安省就增加至48,905人 灰傘就增加至70,307人 而全國的確診總和就突破了15萬 達15,456宗 卑斯疾病控制中心更新五班升降本省機場 而有暴露風險的航機名單 包括9月16號西捷航空133號班機 由卡加里飛溫哥華 西捷航空3111號班機 由卡加里飛錦六市 9月17號西捷航空706號班機 由溫哥華飛多倫多 9月19號加航128號班機 由溫哥華飛多倫多 9月20號 乘美航空3702號班機 由西雅圖飛溫哥華 卑斯新聞主黨黨領賀錦 今天就在高桂林出席競選活動 批評省自由黨堅決要撤銷投機及空置稅的承諾 他指今是為擁有多個空置物業的業主提供稅項豁免 並澄清這個稅項並不是為了打算將物業出租的業主而設 而是針對選擇空置多個社區物業的業主 在他們身上抽稅用來興建更多的可負擔房屋 停止房屋價格及租金的急速上升 他更陳述一份本年1月公布的民意調查 指出有76%的省民支持這個稅項 有邦地產物業管理公司有十多年專業經驗 一條龍服務幫你找到好租客 還提供買賣住宅及商鋪服務令你安心又放心 列治民分店新開幕歡迎查詢604-723-9991 9月17號至27號來溫哥華列治民和本拿比佳蓮超市分店 買任何香港榮華流沙或禮盒裝榮華月餅 吃送單個裝貼合雙往百年用月餅一個 數量有限 雙元即止 KC自由黨黨領慧勤迅今天在溫氏逸老鎮 集中評擊上屆新民主黨政府處理住屋問題的不足 他指出省新民主黨黨領賀錦所帶領的政府 並沒有好好安置無家學歸者 只是以高價買入破舊的酒店 以倉庫形式存放他們 沒有為他們提供從惡新生的社會支援 導致這些酒店附近的社區的治安大幅下跌 韋勤迅再次向賀錦和陸黨黨領佛斯騰勞下戰書 邀請他們參與三次面對面的辯論 分別以經濟復甦、社區治安和若癮問題 以及未來計劃作為議題 明報2020精彩黃金溫哥華特刊 9月27日星期日 除假西州刊負刊 疫情下在賀斯省吃喝玩樂成新潮流 美好假期完全不假愛求 還有更多精彩內容 記得9月27日星期日買明報啦 包括賀斯大學傳染病學家喬伊 在內的一個國際研究團隊 最近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 他們發現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 可能主要歸咎在錯過了密集測試 以及追蹤第二波密切接觸者的寶貴時機 曉伊說雖然有人推測 美國最早大規模爆發的華盛頓州疫情 病毒可能是先由中國傳入賀斯省 再由加拿大傳到美國而間接引發 不過他們的研究表明 這一項推測是錯誤的 他說一月初進入北美和歐洲的病毒 通過快速有效的公共衛生干預措施 好像測試 追蹤接觸者和有效的隔離疑似病例 已經成功地被控制 真正導致疫情在北美和歐洲大規模爆發的 是第二波2020年1月底至2月初引入的病毒 1月至2月這個階段 本來有一個阻隔病毒傳播的寶貴機會 喬伊說 他們的研究證明公共衛生措施 在預防進一步病毒傳播方面是多麼有效 也將會在預測和最終防止未來疫情爆發方面 發揮重要作用 致利域王家騎警正在尋頭公眾協助 希望識別一名涉嫌非禮的疑犯身份 騎警透露 事發於9月16日下午12時15分左右 一個十幾歲的少女和她的朋友經過耶魯路的時候 被一個踩單車的男人拍了一下屁股 附近住宅的保安閉路電視捕捉到疑犯的圖像 疑犯被警方描述為大概三十幾歲 當時穿著藍色T恤和短褲戴帽 戴帽 調查人員繼續就事件進行調查 現階段認為這宗是獨立事件 警方呼籲任何有消息的人士 都可以致電604-792-4166聯絡警方 總理杜魯多今天說 加拿大再訂了更多的新冠病毒疫苗 他說加拿大政府同佐和英國牛津大學 共同研發疫苗的AstraZeneca的藥廠達成協議 一帶他們成功研發疫苗 將會確保加拿大獲配2000萬劑的新冠病毒疫苗 CERB終於都完成了他的使命即將到期 到時還需要補助金的人就要轉領EI 如果大家對如何從CERB過度到EI而移民的話 希望以下的一些資訊對你有幫助 目前還拿著CERB的人入面 有超過200萬的人合資格領EI 部分原因是政府降低了對EI的工事要求 只要在申請前做夠120個小時就可以申請 而且盡領EI的收益不會被CERB低 因為聯邦政府將EI從之前的每個星期$400 提升至每個星期$500 並且CERB是要交稅 而EI就是從源頭徵稅 不需要為EI交稅 所以拿EI的收益 甚至可能比CERB更多 但是申請EI就比較複雜 需要有前任僱主的工作紀錄 並且在申請前做過120個小時 如果符合申請條件 而且在申請人之前 一直是通過Service Canada來申請CERB 就不需要有額外手續 系統會自動處理 但如果申請人 一直是通過加拿大稅局CRA來領取CERB 就一定要主動去Service Canada申請EI 個人理財專家蔡先生說 CERB和EI其中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 申請人必須每兩個星期進行一次自我報告 來保持自己的申請狀態 另外跟CERB不同 EI的申請人需要就業紀錄ROE 來證明自己已經被解僱 蔡先生建議檢查自己的ROE以確保準確性 避免有錯誤或者遺留 例如沒有說明你是被解僱 而不是因為某些原因而被開除 因為這樣的錯漏會導致申請EI失敗 他又提醒大家如果申請EI 就最好快點行動 因為要先打去Service Canada 確認自己是否符合EI的申請條件 而且從申請到第一筆EI 通常都需要幾個星期 甚至可能更長 混國華明天9月26日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預測早上多雲有微雨 下午雨勢會漸停 溫度最高有14度 晚上多雲有三成機會會下雨 溫度最低只有10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香港民意研究所在今個星期一 開始進行民主黨委託的民調 香港民營主席兼行政總裁中廷耀今天說 調查工作相當順利 預計罪法在今天可以完成所有問卷收集 會在下個星期一28日完成報告 而民主黨應該會在下星期二29日 早上11點半公佈結果 他說受訪的市民都算是合作 相信出現不可靠 或者虛假作論的回應應該不會太多 而香港民營也會驗證數據的準確度 一個26歲的地盤工人 因為追打一個便衣警員 令到他口裡的飛姿爆裂 星期五在區域法院被判監4年 整件事當然不只是關乎一顆飛姿 被告人是涉及兩項罪名 和他不依其歸壓罪 被告岑曉倫去年6月26日 他和大批示威者包圍灣仔警察總部 並且襲擊警員 較早前他已經被判暴動罪 和普通襲擊罪名成立 星期五是宣判刑期 法官國啟安在判刑總結的時候 重申暴力就是暴力 他不會因為崇高理想而有所改變 他也要再次告解年輕人 不要因為個人政治主張 而用武力手段達至抗爭的結果 這件案件開始宣判的時候 國啟安開足名義地說 這件案是反修例風波多宗暴動案裡 手中經過審訊之後被定罪的案件 但是法庭判刑的時候 是不會考慮背後的政治因素 亦都無意為政治事件作出裁決 他列舉上訴庭在梁天琦案定下的 12項判刑考慮因素指出 判刑是須視乎每宗事件而定 法官說 案發當日大批群眾包圍警察眾部 佔據道路、堵塞出入口和逃污外場 嚴重影響警署的運作 行為極具挑撥性和侮辱性 強調警總作為重要的執法機關 示威者的行為是嚴重衝擊法治 法庭是要作出嚴重的譴責 雖然被告沒有使用武器 也沒有預謀施襲 警員也沒有受傷 參與的人數和暴力的程度 比起旺角暴動也輕微 但是因為案發地點是警察總報 所造成財務的損毀、公帑的損失 對公眾造成滋擾的程度和對警民關係的傷害 都加重了案件的嚴重性 所以判刑一定要有阻嚇力 最後法官就暴動罪判被告監禁三年十個月 被告襲擊審無寸鐵的警員 普通襲擊罪名成立 判監五個月 兩罪同期執行 另外被告曾缺席聆訊 被通緝歸案 不依其歸押罪判監兩個月 所以總刑期判四年監禁 法官郭啟安說 她三年前已經在涉及旺角暴動罪的楊嘉倫案裡 告解年輕人 千萬不要因為一時之勇以身示法 不過她說 三年之後的今日 我又再判一名品額良好的青年入獄 我對這件事也覺得很無奈 香港一個十三歲女童 將她的裸照傳給她十六歲的男友 但是兩人分手之後 女童的前男友 將女童的裸照傳送給其他同學 女童知道之後 叫人對前男友拳打腳踢 其中一名出手打人的少年 承認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 今天在屯門裁判法院少年廷 被判一年的錦法令 案件是由裁判官水佳麗審理 水佳麗就寄予被告要珍惜這個錦法的機會 隨佳麗說 做人不是每次犯法都可以有錦法令 你看報紙都知道 有些人給了錦法令 但上訴庭認為不適合不值得給 所以珍不珍惜是個下的事 而被告聽完之後 隨即點頭示意 本案第五被告 十六歲的少年 今日在父親陪同下出庭 辯科求情誓 被告現職洗車工作 他已經知錯 以後會遠離壞朋友 裁判官水佳麗批評被告 是他人號召下襲擊事主 想都不用想就出手打人 和黑社會沒有分別 又引述錦法報告說 被告的家庭有不少問題 令他容易感到自卑 為強出頭而出手打人 最後按錦法官的建議 判被告接受十二個月的錦法令 期間需要宵禁等 警方根據早前接獲宣布 經過深入調查後 在昨天凌晨 突擊搜查粉釘一個單位 檢獲胡椒球槍、伸縮棍、鼻彈衣等物品 拘捕了一對帽子 涉嫌無牌管一槍械及彈藥 未經許可輸入戰略物品 和藏有攻擊性武器 警方國家安全處 在今天下午表示 已接受調查案件 說被捕人 在社交平台放售上述的武器 宣揚港獨 和散播受狠的文宣 兩人涉嫌煽動分裂國家 被捕的兩人分別是 一名23歲姓女的男子 據悉是理工大學一年級的學生 而另一人是49歲姓賽的女子 報稱是賽購員 兩人的關係是母子 據悉被捕的女子已經獲了保釋外出 警方國家安全處 高級警司李桂華 今天見記者交代案情 各位五案 9月24日凌晨2點左右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 在粉嶺裡 拘捕了一名23歲的男子 和他的母親是49歲的 在守屋的時候 發現到他屋內 是有一個胡椒球的槍 是一個手槍 還有兩把軍刀 還有一個伸縮警棍 一件的避彈衣 還有15個軍用級的防毒面具 在當時的時候 以這個無牌管有槍械 和進口戰略物資的罪名 將這兩位人士拘捕了 在他們作出的初步調查的時候 就發現到他們在社交平台裡面 是放售這一類型的物品的 而且也發現到 裡面有一些文宣的材料 是可能涉及了我們的國家安全法 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國家安全處 就是接受了 就是接查了這個案件 今天我一個簡報 主要是有兩點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個就是關於 在有關他這個國家安全之下 他犯了什麼罪行 第二就是這一批武器 是透過什麼途徑進入香港的 我們主要來說 就是發現到他 是透過一個社交平台裡面 是發售轉售一些 剛才我上述說的武器 除此之外 他也有大量的文宣 是宣揚獨立 以及散佈一些仇恨的 他的名稱 都是以香港獨立 一些抗共 又或者勇武的標題為主 亦都是更加令我們擔心的 他亦都寫出了自己 在九月六號裡面 就在當時九龍一個非法的遊行裡面 曾經使用過一些武器 是用來投擇在我們的警察的防線裡面 亦都揚言 他說繼續會用其他更加厲害的武器 來對付我們 至於他是怎樣進來香港的話 暫時到我們調查為止 我們發覺他 主要是透過一些外國的購物平台 是將他購買 然後就用集運這個方式 是轉運來香港 然後拍照 就放上網上 就是發售的 我想做一個很短的總結 第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發售 或者購買上述的武器 或者輸入這些武器的話 亦都是違反了香港的法例 以剛才我所說的 無牌管有槍械的罪名來說 是達到十四年的監禁 進口這些戰略物資的話 亦都是有七年的監禁 其實還有一件事我想提出 就是 譬如說 附有這些煽動仇恨 和這些宣揚分裂的詞句 在文宣裏面 亦都是關犯了我們的國家安全的罪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看到在這些平台裏面 售買這些東西 亦都有一些 這麼煽動性的文宣在裏面 售買的人士 可能的反應或者使用 可能令我們更加不堪設想 尤其是他更加指明 在下次遊行的時候 他可能會拿出來使用 這也是令我們特別的擔心 我說的是這麼多 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何廣佩和陳鐵華 最近在拍一部靈異劇集 他們說開工的時候 見過一些解釋不到的關係 嚇到他們不敢動 我們看看究竟是什麼 今天最後一天的廠景 這一天的時候我們就拜神 希望我們之後的外景可以順順利 樂賴姐之前的廠景都很順利 雖然有少少靈異事情發生了 只是說昨天都已經有了 我相信昨天 我們昨天在想要下班的時候 昨天大概 十點 十點 九點幾十點下班 我們一起去搭電梯 就是這個電梯 不是這個電梯 一開電梯 他開了給我們 明明是亮燈的 有聲音 我聽到 有聲音 你聽不到嗎 正常電梯也有聲音 不是 他是一開電梯一關 然後就亮燈 是嗎 我聽不到 我只看到眼前 突然開電梯就亮燈了 不敢出聲 就是我們不敢動 有啊 有見到關燈 但他再多一點聽到有聲音 是啊 我很害怕 你立刻按了旁邊的電梯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不敢進 最好就是旁邊的電梯到了 東開門 就是我不動 心後面的陳曉華也不動 就是我看一看 我不動 你不動 這個電梯是正常的 真的好害怕 我就進去 安然無陽 我想可能那部電梯 只是個別壞了 剛好在我們面前壞了 開了門 開了燈 但這個應該不是最害怕 就是這樣 最害怕是你自己說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最害怕 我最害怕是電梯 你最害怕是電腦那個 電腦那單 電腦那單 電腦是一個道具 那部電腦應該有十幾年歷史 是為這部電劇買回來的 那時候買回來這部電腦已經開不著了 也沒有那些電腦去供應電給它 也拍過很多次 按開關鍵開了很多次都沒有反應 那時候拍攝的時候 小華也還沒有在 那時候是在我家裡拍 就是在我家裡拍 去到二手店的店裡拍攝這場戲的時候 一打開一按 燈了 什麼燈啊 我按的 但是在一間二手店裏面才燈 才燈 真的 他也看到 所有人都看到 我還說 為什麼會燈 正常開機畫面 開機畫面 不是啊 真的開機畫面 但是那一刻是很奇怪 因為之前拍過 有沒有一條電線可以燈 沒有啊 你買的時候沒有電線 一直都是假的電線 一直都是假裝的 用其他電腦的電線裝著 工作人員不維修了 沒有啊 工作道具道具同事 我們可以請道具同事 我們連線都沒有 他也站在旁邊看 為什麼會燈 沒有充電的 但那時候是不覺得有什麼 因為你們很冷靜地 認識它 快點繼續拍 他阻礙我們拍攝 我們不應該要穿的 所以那一刻是 為什麼會 一個沒有供電的電腦 突然會穿呢 但之後就不再穿了 之後 怎樣都不穿了 嗯 我又沒有特意帶些什麼 就是覺得他 就這樣開了一部機 又不是 搞到我 又沒有特意 因為早上月蘭節 很多人看外景 或者都會帶一些東西 你其實信不信 其實我信 所以我自己 是啊 我那時候也沒有帶些什麼 旁身的 所以我就純粹覺得 站得正 是不是站得正 走得正 站得正 站得正 那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害怕 沒有搞你就不用特意帶些什麼 但你就是 我自己本身就不信的 但是 自己之前拍上一套 都差點哪句話 對啊 我不知道你這個 雖然我有份 上一套我拍攝路送邊的時候 去了一個殮房外面拍攝 那大家 去到這些地方 真殮房 去到這些地方 大家就會說關於這些 迷迷信的事情 那我就很理直氣 那一刻 我不是迷信的 我想說這五個字的時候 我就說不出 我連續說了幾次都說不出 我不 知道對面那個人 都以為我玩東西 我真的想說 我想表達那五個字出來 我不是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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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字是 但一直都說不出 連續幾次被人抗了 覺得有些奇妙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下星期再會